對著牆上的QR Code 輕輕硬點 手機上就出現完整的文件顯示 這些都是臺北市警察局推廣的 附幼案件保護權益需支電子檔 南港分局則是率全國之先 研究出一化方式 進而由市警局進行推廣 還特別請來網紅阿鵬演出實境劇 為這個全國首創的QR Code代言 一些被害人會不希望說帶回家 讓家人發現 而不願意去拿那個安全計畫書 或安全需支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才會設計這個QR Code 讓他容易閱讀 閱讀的時候 也比較有他自己的隱私在 我們外文的部分 那我們有請基金會幫我們翻譯出 英文版 粵文版跟印尼文版 宣導影片中 受報婦女到警局報案之後 警方會提供附幼案件 保護權益需支紙本 但紙本經常會弄丟 或被害人不敢帶回家 甚至怕加害者發現 因此南港分局特別從家暴 被害人和加害人的立場著想 研究出QR Code設計碼 讓受報者能夠隨時下載 隨時觀看 不用擔心後續可能的衝突 而權益受損 警察局將家暴 性侵害 性騷擾 相關的權益十項說明單 製成QR Code 讓原警在現場處理 負幼案件的時候 能夠立刻給被害人 更詳細的前例告知 對方是個女性的話 我們會以女性去做一個受理 還有去安撫 然後像同樣的也有性民平等嘛 那我們也會說如果今天遇到 是一個男性 因為男性也有可能被家暴 那我們會一般會去找男孩子 去幫忙去做一個受理和安撫 南港分局提醒 如果發生複幼受暴事件 被害者千萬不能夠姑息輕忽 應該馬上撥打113家暴專線 或者是110的報案電話 大家一起協助防止複幼案件的發生 共同守護他們的安全 凱波大大北數位新聞潮德華 採訪報導 給予告 谢谢大家